第一球就积极地出棒 无巧不巧就打进了吊虾池里面 两人出局 就教练用教练棒打的 第一球就积极地出棒 把球带到了中间方向 林哲轩散步往后退 很潇洒地揭上了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 完成把球送到了中阻碍方向来看一下 林哲轩最后追了过去 没有人能够逃过他的吊虾池 中信兄弟最后是在二局下半留下了一垒的残垒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场精彩的金控大战 这棒又带到了中间方向 两次的进攻 最后都找到林哲轩 最后一拍被他给拦下来了 Nice play 对周董来讲 非常的可惜 没办法把二垒上的分数给打回来 我们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到这场精彩的金控大战 机会 把球带得到了中间方向 看一下林哲轩 Nice play 林哲轩今天多次的拯救了富邦汉将的投手群 这个有六星级了 这个球真的太珍贵了 因为一开始我怕常打 所以他手站的位置我觉得要胜一点 从这个位置就看得很明显 所以他必须得要很趋钱 很快的趋钱 所以选择起步的时间点 抓得非常好 Nice diving catch 今天不只是第一次了 好几次他非常精彩的手臂 都免于掉分的危机 这果然是有大联盟等级 这种水准的防守 因为刚刚那个位置 如果是一掉下去一定往后